大家好 今天我們GSC Ucombs 和大家來到 Oxford 附近 一個家併頓的地方 新樓盤叫做The Launce 發展商是Red Road 我們去看SizePlan和示範單位之前 先了解整個環境 在正屋苑門口也有告示版 上面有不少資料 對大家也有用 這是一個挺強的community spirit 也有很多社區的資料 例如圖書館 又或者什麼時候會有餐廳 又或者是Dementia的care club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距離阿併頓大概是10分鐘的車程 就到 如果大家有留意開Oxford 尤其是同學校有關的 應該都聽過Ratley這間college 這間也是全英國排名35C 其實距離這裏 大概開車2分鐘就到 甚至乎是巴士 巴士4分鐘可以到 這裏也可以搭巴士去最近的Ratley 火車站 6分鐘就到 正正在屋苑前面 既然已經有巴士站 巴士的方向是在Rabington 以及在這個位置 亦都有巴士站 是向著Oxford的方向 所以是非常非常之近 這裏去牛津的火車站 大約21分鐘的車程就到 如果去最近的超市 9分鐘就可以去到附近大的Saint-Spring 又或者 反方向 去Armington那邊 開車10分鐘左右 亦都可以去到Tesco Extra 又或者這裏 亦都去Armington的方向 亦都可以去過Armington市中的Waitrose 亦都旁邊有Audi 我們就到了Armington市中心 在我們前面的這個就是可以說Armington的地標 Armington County Hall Museum 這個是一個17世紀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我們身處的位置正正是Armington Marketplace 鏡頭一轉 我們就到了Armington另一個地標 就是這條河 這裏是不是很美呢 其實過來這裏 巷河邊都非常之舒服 Armington有大概33,000人口左右 大概9成是白人 83%是英國出生的 治安都相對地不錯 那是66% 比英國的一般都第一節 那Armington只有一個南邊的地方比較貧窮 那這裏坐巴士去Oxford大概25分鐘左右 那對香港人來計 Armington可能最出名的就是有兩間非常之好的私校 Armington School是排名27的 還有Rightley School是排名35 而State School也是Good或者Outstanding 好啦 那我們了解了這個區之後 那我們看看那個Size Plan 那整個的Development有280個單位 那現在就買剩20個而已 那買剩的什麼單位呢 那就是紅色點點那些 那方向是怎樣的呢 那方向呢 那方向呢 就是上面 就是向東的 那就是說 如果要向西的花園的話 那其實這邊呢 有些是 都可以說是西 一些西北的 那這個呢 就比較 近似 West facing多一點 那又或者向南的話呢 這邊有些選擇的 那203呢 剛剛被人去下了 那但是202呢 這個CORNER位 這個是一個的 三房半導臨屋 那售價是475K 那前面有兩個的泊車位 那CORNER位都幾好的 那起碼這邊呢 比較 會開人一些 那這個 那花園的尺寸都正常 不會特別 但是特別小 那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呢 就是這裏 那這個 等一下會看 那些Show 是這邊來的 那但是呢 剛剛才說過 這裡280個單位 買了20個 那其實他還有貨的 他剛剛呢 買了一塊地 就是這一邊 那將會建的單位呢 那都是大概 200多 300個左右 那預計呢 會在2024年 2025年 左右 開始推出的 那講返這個整個的計劃 那現在見到面前的 那其實都預計呢 會在2024年的年中呢 那就會入了火的了 那所以到時會在這一邊呢 那才會有一些新樓 那中間呢 隔住了 那這裏也是 那些樹林啊 隔住了 那所以都不會受影響的 就算你買了這邊的單位都好 那其實將會呢 還有其他單位會放 譬如這些這樣 那但是如果大家 是有些什麼單位看的 對的 那譬如好像說是 這個這樣啦 這個都是一個 差不多是 WEST FACING 那也是CORNER位 那也是這條路的盡頭 那其實這個位置都蠻好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說 也可以跟發展商 叫他提出他放出來 那還有些什麼 大家可以留意的呢 那下面呢 正正這個位置 有個巴士站的 那巴士是可以去到牛津 也都可以去到Arbington的 那中間呢 有一個遊樂場 那所以在這個盤 在任何位置走過去 都是大概兩三分鐘 就可以去到這個遊樂場 那這個Future Community Building 那這個Future Community Building 那就是一個 社區中心的物體 那是 那是給這個Cendington 這裡附近的居民用的 那我們了解了這個 那個Size Planner 那還有 剩下一些什麼 樓盤 放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表現好嗎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的示範單位 屋形叫做Cambridge的 那個尺數呢 是1450呎 那外牆呢 又有白色的Rendering 那都有個蟬逢的 都蠻好的 就進來了 進來這個位置都寬的 不過就 那個門 和這個的距離 都不算太近 那 左邊呢 那有個客廳 那些窗呢 都是很大的 還有Radiator 都很夠Size 那樓底有大概2米5高 那現在呢 就放一張大的L字型的梳化 那這個Tang的Size都蠻好的 那一會兒它對面呢 那就是這裡一個的 WC 是有窗的 不過它窗是開不了 那只可以透光 那就差點了 如果它有隻窗開得到 那就更加好 那在這裡旁邊呢 有個Storage 那之後呢 就進來這個 Kitchen Diner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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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chen Diner 都很大廈的 那你先看了廚房這邊 那現在就放一張的六人飯桌 在中間 那這裡呢是有兩個的爐頭 不是爐頭 那兩個Oven 那這個雪櫃呢 就擠了在這裡 那是稍為升高了一些的 這個的雪櫃 那都是做了一些 拿出來的櫃 那這種櫃 挺好用的 因為可以兩邊都拿到東西 還有這些 下面有一個的垃圾桶 四個火的明火爐頭 小碗碟機 通常都會鋪在那種的防水的膠 普通的櫃 那是好多位去櫃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 擔心不夠位 去放東西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 的 Utility 的 Utility Room 那夠位放一個洗機 和一個防衣機 那可以分得到 那就是最好 那兩個機器都會耐用一點 Risual就放這個位 那後面這裡沒有東西的 那除了這個 的 電錶之外 那這邊又做了一個 Tang Family 的area 那這個 Vdata都很大 那這種 那還有呢 這邊都是落地玻璃的窗 那都幾漂亮的 真的 唯一差一點點的就是 它這裡 兩邊呢 是沒有得開一些 小的窗 那所以開窗的位 那就要離回廚房這個位 那我們上樓上之前 看看這裡的 樓梯底 都有一個大的Storage 好 那樓下幾套 那我們上樓上看看 上到來的時候 會直接看到這間房的窗 也是對著這個樓梯 所以如果是打開了這個房門的話 那其實這個樓梯位 都很光亮的 那如果沒有打開 那就要靠上燈了 好啦 那我們先看左 右手邊先 對了 右手邊 這間房間 這個窗都幾大一下 也有個 大的入場的衣櫃 在這邊 看到呢 這個好像很薄身 實際上呢 進來的時候呢 都是 幾深一下的 那這個位呢 就是樓梯上面那個位 就是樓梯呢 其實這樣幾好 有些 就是樓梯 你用了整個空間 亦都不會 無緣無故多了一間房子出來 是 這個位置 就是樓梯呢 就是樓梯呢 然後呢 就是樓梯呢 就是樓梯呢 是樓梯呢 還有樓梯呢 這個窗戶可以開到的 這個瓷盤也夠大 還有下面也有一個挺深的櫃 一個大的龍門巾隔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多少斜了 那個位置 但是一般正常高度的人都不會 因為那邊斜了的位置 來洗澡的時候會牙頂 這兩個房間之間也有一個瓷盤 現在就是剛才我們從樓梯上來 直接看到的第一間房 我們趁這個時候也看看外面的景色 看到遠處都有幾支電纜的 我們選盤的時候也要留意這個位置 看回VOOC的Size Plan 現在賣剩的單位全部都是在這邊 所以應該就是遠離電纜的 我們待會再看下現在的 建了房間的環境 我們待會再看下現在的 不過現在我們先看下 剩下的兩間房間 現在我們先看下 剩下的兩間房間 那屋與房間之間距離都OK的 正常的 不會是太窄的 看到前面都是獨立屋的 那有些是有車房 有些是沒有的 還有這兩個是 這兩個花園 那個距離都不算窄的 那所以 就算是看對面樓的話 都不是叫做 看得很正 不會是很近 到最後呢 那就是個主人房 那主人房的窗都大 那其實Vadual的樓 通常的主人房的窗 或者廳的窗都很大 那這邊一樣 那都是有個樓梯上面 少少個位 那它樓底夠高 就算是剩下弄燈 也都不會是覺得它很矮 那這樣 又是大窗 開 到的 那樓梯架 都夠闊 那不會距離座匙太近 不過這裏就沒有了一個鏡櫃 但是依然有這個深的櫃 洗澡的位置都OK的 很寬 現在是鋪磚 大家會見到這間屋的這一邊 也有多少斜的位置 但是都不會令到這間屋好像很局促 因為它那個斜位就是很少 但是也都令到這間屋的高度用到盡 如果可以 上面這裏呢 是有一個黑色可以上到一個Loft的 就看完這個示範單位了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頗好的 它是四間房間所有房間的尺寸都不會很小 還有所有的廁所啊 但是每個人都好 配套都幾好 都沒有什麼特別要挑剔的位置 唯一這個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就是如果這個客廳是可以有道門 通去飯廳就最好 好了看完示範單位之後 看看外面的環境 那剛才呢 就提過 那這裏附近有些比較大的電纜 看看 現在 那些大電纜去到哪個位 那我們走去的途中 看到那些屋呢 都幾時正 還有那些屋和屋之間的距離都OK 不算很迫結的 那這邊就是正在建的位置 那我們不能再向前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其實都有一段距離 都不算很近 那這個就是工地的 這個也不是入口 這個其實是 入口是另一邊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老口 可以這樣說 他們都不會通常用這個 來做運輸的 那這個方向呢 那這個方向呢 那就是 接下來 會完成那些 單位的方向 那我們可以走的呢 都走到最盡了 那這個角度可能看清楚一點 那這邊呢 應該就是沒有那個電纜的了 我們的右手邊 那屋縣呢 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那過了這排樹之後呢 那遲下會向這個方向起的 那大家見到啦 那其實呢 它要去到都幾遠下 那才會見到那些的電纜 那正正這條 比較小的那些呢 就 它到時都會移位的 或者是把它埋在地下 那好啦 那我們這次介紹這個 這個樓盤呢 都到這裏為止啦 希望大家 喜歡這段影片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 我們在英國度 租樓買樓 裝修 甚至乎買樓呢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即使插 平家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